作为用了MacBook Pro差不多4年的用户 我觉得挑选一个合设转接头 对于一场使用来说非常重要 我一开始购买的是Dial的DA200 这款转接头它体积很小 然后有一个可以卷起来的收纳线的地方 但那个地方也是它最容易坏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差不多用了一年多 它的接触就变得很差 然后好在Dial它有一个一年期的质保 只要留下service code的话 就可以去做一个更换 就换到了一个好的 然后Dial就出了DA300 然后DA300的话 其实整体上来说它做的就更好了 它有一个可以同样是收纳线蓝 但是没有DA200那种问题 然后它的DP支持4K HMI支持4K 而且A口和C口也都支持10G的USB的速度 可是这个一款的话 它在一期款的MacBook Pro上并能输出4K 然后的话最要命的事情就是 我那个时候MacBook Pro出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就会把很多的我的download全部打坏了 然后200打坏了300也打坏了 好在300它也有一个保修 所以走DAIL的service code 去做了更换 而200的话就永远变成了尸体 再到这个之后的话 考虑到各个平台转接头的问题 当时为了上4K屏去买了小米的一款DP转接头 但我觉得那款东西可能就是我电脑口坏掉的最回货手 然后因此就专门去找方案去替代 因为那一款不仅仅感觉它的质量比较糟糕 而且像插入别的设备的时候 它会导致所有的USB设备都重置一遍 这个的话就影响到日常的使用了 然后就买了Coldigit的TS3 Plus 那一款的话它提供85W供电 而且又DP输出 还有雷电的下行口 我把雷电的下行口接到了当时我买的一个雷电2的硬盘盒上 然后硬盘盒再接出了一台网卡 它加上TS3自己带的PCIe网卡就有两个网卡做成了一个BOM的 并且TS3本身前面有一个C口 然后后面有个雷电的C口 它的C口数量还是比较足的 那到后来的话我发现iho去翻新了它的A269总接头 也就是这一款 这一款呢支持输出了7800D的同时输出USB3.0的速度 而且它的Type-C的话的充电其实能够做到差不多 比如讲87W 它只会减去5W 那对于中毒负载的这种使用场景上说 它不会让你脉盒比较明显掉电 那这一款它对于别的厂家的电脑来说 可能支持手没有那么好 特别是充电这一款 虽然它可以在一些新的贵笼本子上实现H12.0B的输出 有些本子的充电在这个转接头上就有一些问题 然后的话为了一些使用场景上方便 相电话转接头本身没有网口 所以我是专门找了一个陈阳的 陈阳的转接头 这个转接头的话本身带网口 然后又往下马爱和BTA 有点类似于DA200和300那种级别的配置 而且最神奇的是这款转接头搭配 Switch的官方充电器就可以实现Switch的视频输出 而且它的网口也是能够被Switch正确识别 而且实现上网的 所以我曾经拿这个转接头搭配原装充电器 出拆打过Switch 但是这个转接头的问题在于 它的发热量有点大 毕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厂子 而且它特别在充电的时候 它的稳定性都会下降很多 然后直到最近的话 Anker送了一款特别深的吸转接头 它跟它配置有点类似 但是它把一个BTA换成了HMI 然后在HMI整天一个的时候 它能够实现单屏4K 两个HMI同时输出的话 在Windows的笔记本上的话 可以做到双屏扩展 然后在Mac上可以扩展一块 就可以扩展两块一样的镜面屏 镜像屏 同时它的网卡在Mac上也正在支持 然后它的充电部分的话 虽然说扣的功率会比Apple那一款更多 它会扣15W 但是本身因为支持100W的最大输入 所以仍然能保留85W 我觉得的话还是够的 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款转接头的发热量 其实要比刚才那一款 传扬的要低非常多 唯一一个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不支持Switch的输出 考虑到价格的话 这一款转接头 一般来说卖差不多270块钱 对比A219的话 这一款来说它的价格实在是要比非常多 而且对于其他本子的兼容性要好很多 重量方面的话可以说是一分重一分强 像Apple这个重量最轻只有三四颗 然后陈阳这一款的话虽然它是金属 但是它并不是最重的 反而是Anker这一款差不多到了110颗 但考虑到Anker整体的做工 还有它的质量 然后H2.0输出的功能上来讲 我觉得Anker这一款它是完全对得起价格的 至于刚才那款陈阳那款的话 我觉得唯一一点可能对于学生来讲会比较有名 因为学校里面VGA的投影仪 学校里面VGA的投影仪是比较多的 像最近的话Anker这一款还在搞特价 双十一期间差不多只要205块钱就能入手 相比价格更贵的贝尔金 贝尔金的输出能力 只能相当于陈阳这一款 甚至还会少掉一个VGA接口 虽然质量上会好很多 但是那一款要卖到600多块钱 那我觉得如果说它本身只有CK30的输出能力的话 买600多块钱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强钱 可能有的朋友还注意到 有一款更为便宜的七合一款 那我觉得七合一一款的话 主要是它的功率有点偏低 如果说你想给笔记本用的话 那一款在15寸16寸的麦克上用 是有那么一点吃力的 所以只要加那么点钱能够覆盖更多场景 我觉得这一点差距还是要花的 而且它还八合一这一款有两个HMI 在个别场景下面 比如说有些实验室开了两台 1080P的显示器的话 在这种场景下是能够利用起来的 当然Apple和Anchor这样一款转接头 并不是所有电脑都能支持 像Apple这一款明确就说明 它只有在2017年之后的Mac才能支持 然后另外的话 在MacBook Air上的话 必须是iSlick之后的Mac 同样的Anchor这一款也是类似的条件 也需要在iSlick的Mac 或者是具备独显的MacBook Pro上 才能够输出4K的同时点接USB3.0的设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